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小女子唱油大勇气》的时间了 人生总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而我都很喜欢学习那份的趣味和经历 过去其实自己都很幸运 都可以踏入校园 感受到学习的机会 大概去到09年的时间 因为正式踏入社会工作的关系了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 都反反复复一直半功读 但中间亦停了学 其实在半功读的那段期间里面 我自己都觉得体力上 其实都很超过自己的能力上 无论是精力 无论是应付 时间 其实都会比较吃力一些 我适合无论是工作 或者是其他的事务 都是接种而来 因此也是经过考虑之后 我都决定了稍为把我大学的年期 拉长了 甚至是暂停了 虽然暂停有些是很不舍得的 因为毕竟自己都向着学习的路向向前直 但是中间停顿了的时候 除了不舍得 也都会担心究竟在未来的日子 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学习呢? 但其实一直在忙于工作 忙于很多不同的事务中间 在我内心里面 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继续完成我的大学梦想 直到近年了 大家之前都有听过我说 我身体的状况其实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因而都让我在繁忙的生活里面 繁忙的工作里面 都学习要舍弃一些机会 又或者舍弃一些自己都很热冲 很喜爱的工作都要稍为放下 让自己多些时间休息 一年里面的时间很快 在一年里面自己的身体状况 亦都回复了一些气力 或者精神回来的 与此同时工作量 都比之前已经减少了很多 所以也都由现在 亦都会想起 不如继续实践自己学习的梦想 重返大学的生活 预备或者是心理 无论是生活 或者是经济上 都要作出一个很大的计划 因为完成一个大学的学位 无论是支出 时间 心机 都要很多很多 自己都会有定心理准备 究竟在这个体能上 或者在各方面 能不能够可以 好像之前那样 可以应付得这么好呢? 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愿望 都有他的梦想 读书 就只是我的梦想 就是我毕生的心愿 不知道大家对于学习 抱着一个什么的态度呢? 学习不单只是在书本上 甚至在我们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都在学习中 而我学习 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更加好好找到每一个眼前的机会 包括读书 工作 甚至去关顾每一个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我一样 朝着梦想 朝着你的心愿 进发 时间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你的心 好了 我现在就继续好好计划 我未来的学习老徒 大家都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今集小女子场大勇气 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